雖然專家老師們從法律點 和父母對子女的情感角度 一一給予了分析和解讀 但黃先生和老伴 還是對律師們支持法院判決 需要支付給錢兒媳 40萬的結果有些難以接受 您這40萬給了錢兒媳 他也得用到這個孫子身上 他們離婚是協議的還是判的 協議的吧 對 你兒子既然同意了就認可不就完了嗎 所以說協商離婚 協商對孩子進行輪流照顧 這是上策 一定不要來硬的 你之所以你的兒媳婦 現在不願意理你們 我要是你前兒媳 我也不願意理 你們把我說成啥了 你兒子是啃老的 兒媳婦那當然對家庭也沒有貢獻 就過來就是為了徵你們家的財產 給你們生孩子你們不管了 給你們付出這麼多少年的青春 你們也不管了 替你們照顧老人你們也不管了 國家給我的安置費用 你們也不管了就是一句話 什麼都給我沒關 第三 我就是為了嗑你們家來的 當你們琢磨說的時候 你覺得他能接受嗎 他肯定接受不了啊 你知道你為什麼生氣嗎 你生氣就是生氣的 你們真的是對他很好的 對第三代也是很好的 你們唯一失誤的就是 沒想到他離婚了 你們真的不想讓他離婚 想把這家庭保住 孫子也不能沒有父母 對嗎 你們為這家付出的所有的心血 你可以試想他假設回來 踏實在過 你們把所有財產給他都行 只要你們能過一輩子過下去 但是沒法這麼辦了 對嗎 所以說你們就通過財產上 通過孩子上和他再進行PK 這是有賭氣 鬥氣的成分在裡邊 而且呢 你們還有一個誤解 那就是離婚不代表 就是一種失敗 有時候離婚是一種好的解脫 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 哪個法律規定也沒規定 你為了這個女的或者為了這個男的 就從一而終一輩子了 合適就在一起 不合適就分開 分開了也是朋友 為什麼好的時候就好的沒辦法 壞的時候就成了仇敵了呢 為什麼不能寬容對方一下 理解對方一下呢 換位思考一下 想想你的前二期是你的親生女兒 你就理解了 你說我的女兒為了家庭付出這麼多 哎呀 為什麼一定要離婚呢 其實他也不想離 離婚對女方傷害是最大的 對男方傷害相比來說輕一些 所以我們履履師是希望二老 換個角度去思考 那因為現在你們是出於 當年為兒子找了這樣的一個女朋友 希望他能安安安安安安過一輩子 但如果換個角度 他可能跟您的兒子一塊生活了十幾年 其實剛才按我們那個離婚協議書 除了幾樣已經用了幾年的 這個舊家具之外 這十幾年似乎他對這個家 任何付出也沒有 他也沒有得到任何 那你想一個女性她結婚十幾年 不是說為謀什麼家產 那如果他跟一個丈夫 都沒有能共享一個家庭 或是共享屬於他們的東西 其實想想他這十幾年 最後法院判給他的 也就是他自己生的這個孩子 從這個角度來想 那可能你們心裡 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氣 婚姻家庭是咱們這個社會上 構成的一個基本單位 所以我們在婚姻生活當中呢 就是肯定都是從相愛相戀 一直走到今天 當我們這個婚姻過不下去了 我們面對著要解體 那每個人可能著急的 本能性的 都是去控制身邊的這種資源 比如說財產 比如說孩子 盡量地控制在自己的手裡 但是不知道這樣的結果 會導致創傷面會越來越大 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離婚的時候 著急都想著要保護自己 懲罰對方 但是很少有人會靜下心來想一想 我日子怎麼過到這樣的 想一想我婚姻當中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從相戀相愛 漸漸變成仇人 可能每一次對自己 婚姻生活的認真反思 才能會迎來新的生活 如果我們一直沉浸在 自己的抱怨當中 恐怕美好的生活 會離我們越來越遠 其實今天老先生的很多想法 我們能理解 因為老爺子付出很多 老爺子希望他一切的付出 能夠往一個好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今天老爺子 最後有那麼大的一個情緒和氣氛 我們也希望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可能大家都想一想 我們自己的小家庭 包括我們對我們老家 應該盡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責任和義務 怎麼樣通過小家庭 來維護一個大的家庭 這其實是我們也一直在討論和思考的 這其實是我們也一直在討論和思考的 這其實是我們也一直在討論和思考的